Multiplying out Multiplying out Multiplying out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把它盛開 確定把一些式子把它盛開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事實上我們要介紹一種 Pooling function的表示方式 那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稱它叫做 sum of product sum of product 意思就是說我把一些 這種form 稱它叫做sum of product 它是一種form 那我們簡稱叫做sop sop sop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但在這邊就是指sum of product 那什麼叫做sum of product 那我們先看什麼叫product 一個product是什麼 這邊指的product就是一堆 變數把它m在一起 就有點像乘在一起一樣 所以它就是叫做成績項 一個product term 然後再把它sum起來 sum的意思就是加起來 對不對 其實就是all 所以它就是sum of product 意思就是我把一堆 一些product 一堆變數先把它m成一個product 然後再把它all起來 那這個樣子就叫做一個sum of product 所以這邊有舉了幾個例子 你看看這就是兩個variable 儘管它有complement沒關係 然後我把它m在一起 然後再 這是一個product 然後這是一個product 這是一個product 然後再把它sum起來 一起把它all在一起 就是sum 所以這就是一個sop 那一個product term可以是 多個變數m在一起 你單一個變數 我們也可以稱它叫做product term 單一個也可以 所以這個a all b all c prime all上d1 prime 這個單一個變數 這個我們也稱它叫product term 所以你這樣也是一個sum of product 那下面這個呢 一樣 這個呢 一樣 ok 所以sum of product 它基本樣子就是 一堆什麼東西把它all在一起 那每一堆都單獨 都只有一個做and的動作 要不然它就是single的variable single的一個input variable 那所以我們舉一個不是的 不是的 這邊注意它不是sum of product 為什麼呢 你看 它現在有一堆term把它all在一起 看起來是這邊對不對 這項是一個turn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turn 可是問題是 它這個turn裡面呢 除了有n之外 它還有all 這樣就不行 就不行 這樣就不叫sum of product 懂嗎 這個turn裡面要全部只有 n的這個運算 或是它就是單一個variable 你不可以說 我先all完之後再那個 那你問我說 老師那這樣這個phone 怎樣才能夠變成sop 怎樣才能變sop 你把它乘開就可以對不對 你把a乘出去就變成acd 然後在o上bcd 那就變成三下 那這樣就是一個sop的phone 好 所以這個概念 只是要先定義這個東西 好那 怎麼去得到 怎麼去得到一個sob的一個phone的一個表示式 那我們就做這種沉積的這個動作 所以像這個例子裡面 這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談的一個分配率 一個分配率 你看它就等於什麼 你如果要把它乘開會有四項對不對 如果你二乘二就是四項 那四項之後 你最後也會有一些多餘的項被我們刪掉 所以最後只剩下兩項 那這兩項它代表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那個分配率 所以你把這個分配率把它記起來 你下次遇到這個東西 你就直接a o b and a o c 就變成a o b c 這樣就結束了 如果你沒有注意這個分配率可以使用的時候 你會變成四項 然後你再慢慢去刪 那最後也可以 那個過程你會繞一圈 然後最後變成是一個 有些項你要必須再額外刪掉 變成是那些redundant的動作 你可以 攏餘的動作 你可以事實上可以省下來 如果你對這些分配率比較熟的話 那像這邊舉個例子 你看這是a o 上 b c 然後還有end 上這個 a o d o e 那如果你會用分配率的話 你就直接用 等於是把這一項當 x 當 y 然後這有 a 嘛 所以變成 a o 上 x y 那 x 在這裡 y 在這裡 然後你這邊再開始把它乘開 變成 b c d o 上 b c e 那這樣就是一個神拍的動作 可以嗎 好 三碗爬到放是我們最 其實應該是說最直覺的啦 它沒有特別難 那我們現在介紹一個另外一個 互相對應的 我們稱它叫做 爬到奧上 所以你一定可以理解 三碗爬到是什麼意思之後 它的爬到奧上會變成什麼 什麼叫爬到奧上 就是有一堆sum的turn 然後再把它劃到在一起 那什麼叫做sum的turn 那就是一堆變數把它 剛剛那個是end 現在是變成all 把它all在一起 那這個就叫做sum 這樣就叫做一個sum的turn 那這個也是 那因為是我們那個 and all 它有它的這個 誰先做誰後做的關係 所以我們面對於 partout of sum這種fun的時候 我們常常需要把它刮符在一起 把它刮起來 在sop的時候 我們不會有共刮符去處理它 因為我知道它一定先做 and做完才做all 可是在partout of sum的時候 不是 因為你要先做all再做and 所以免不了你就會看到一堆這種 一堆括號 把它刮起來 刮起來 告訴它說裡面的all先做 然後再做後面的這個and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 partout of sum的這個fun 那這邊出現什麼東西 我們剛剛講 partout of turn裡面 是很多東西 變數把它m在一起 或是單一個變數 也叫一個partout of turn 那現在很特別的是 單一個變數 你要說它是一個 是一個sum的turn也可以 單一個變數 你要說它是個sum的turn也可以 也就是在我們的 你說它是個sum的時候 最簡單可能是 AOB 這是一個sum的一種turn 那 那 在product turn呢 它應該就是 就a and b 這樣就是partout of turn 可是很特別的是 單一個變數 single variable 你要說它是sum 就單一個a 你說它是sum也可以 你要說它是 滑達也可以 也可以 它可以被同時說成 它是個partout of turn 或是sum turn 所以在這裡 我們看到 它是什麼 把它當作什麼 當作一個sum的turn 然後再把它partout在一起 你看這邊是先o在一起 然後這邊是一項一項一項 然後再把它 partout在一起 再把它and在一起 就像and and 可以嗎 那這一個呢 也是一樣 單一個變數當作一個 一個sum的turn 然後再把它 partout在一起 sum turn sum turn 然後這個也是sum turn 然後再把它用and 合起來 然後變成這個partout of turn 然後一下列推 那一樣 那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怎麼做到一個pls font 你還是要用分配率 你就把它做一個 好 你只有左邊這一個呢 你做分配 x配給y 然後x配給z 然後就變成這兩項 那這個動作 我們就把它稱叫做factory 就像你們在做那個音式分解一樣 是不是 就像你們中學學的音式分解 就是這個樣的概念 所以要用factory factory就是這個字就是音式分解 所以就把這個來分配成這個樣子 OK 這個叫做factory 好 那我們看 怎麼做這些事情呢 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example 我們試試看看 a or sum b c dpron 我如果要 這是一個sov的控對不對 對吧 這是一個sov的控 sum of product 那我現在把它辦成pada or sum 怎麼辦呢 我可以把它做分配率 好 這個a 配給b 然後a再配給c a配給dpron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就變成它的pOS的phone pOS的phone 那同理你pOS的phone 如果要轉成sov的phone也可以啊 就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分配率 就把它都有a嘛 所以變成ao bcdpron 那你分配率如果用得不好的話 你可能這邊要 乘乘做兩項兩項 乘出來會有八項 八項之後再各個慢慢去刪 然後最後留下兩項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你要善用分配率的話 就會運算快一點 第二個 abpron or sum cpron d 那我就把 一樣做分配率 那我可以先把 這一個 當成獨立的一項 然後它去分配 它配給誰呢 配給cpron 然後再配給d 那就變成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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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我個別再去配 個別怎麼配呢 我先看第一項 第一項的話就是 cpron 我把它配給到a來 然後c再配給bpron 然後就會得到這裡 cpron 再配給bpron 就會得到這一項 ok 你的c 然後再配給cpron 再配給bpron 那紅米後面這個也是這樣 你d來分配啊 d配給a d來配給bpron 好 那這就是我的 pOS的form 那下面這個 好 下面這個 一點點小的trick 就是說 你如果可以先發現說 我這邊有個cpron 這邊有個cpron 我可以先把cpron 先提出來的話 會快一點 你看看 我如果cpron 提出來之後 我是變成這個樣子 就先把這兩項 好 也是要透過分配率 你把cpron 提出來 然後變成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開始分配 我就用gpron h去配給前面這兩個 那他配給他一個 這個gpron h先配給cpron 然後這個gpron 然後變成這樣 那這個呢 再開始配一次 cpron gpron cpron h 就再配第二個 然後後面這個呢 就是在 由d1這整個一起看 然後他配給gpron 然後d1 o1pron 整個再配給h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我剛剛說 這邊有個trick 是因為我先把這個cpron 提出來 如果你可以想想 如果我不提出來 我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的話 你最後會幾項 幾項 5項 5項 10項 你如果用最原始的方法 去做分配的話 你至少 應該會有8項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是不是8項 其實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一定會比這個多 一定會比這個多 你回去練習看看 所以在做這個事情 的時候 你要留意一下 這邊有一個trick 我剛剛提到的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那事實上我們剛介紹 這個sop的form 跟pos的form 它都是一種 我們稱它叫做 兩層邏輯 2-label 這個邏輯 我們把它省略了 兩層邏輯的實現方式 就是你的一個function 一個pooling function 我要把它實現出來 我可以用兩層的邏輯 那什麼叫兩層 那是有兩層 有沒有三層或四層 會 還會有 我們後面會談多層邏輯 就mati-label 這個是兩層 兩層意思是說 它的 這個input到output的端 input在這裡對不對 到output的端 每一條路 每一條path 每條path 它只會經過兩個邏輯 那這個 2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兩個邏輯 兩個label 那我們先把invert 當作不算 不算invert 不算invert的情形之下 只算m跟all 它只會兩層 所以 pos就講這個樣子 先做all 然後再做and 先做all 你看 我們上次已經跟大家講說 你有一個這樣的一個function 如果把它表示成電路怎麼做 我們去看它最後的那個 運算是什麼 是一個all 原來這三個是and在一起 所以有個and 然後再往前推 這個是a-all b-prong 所以它all起來 a-all上b-prong 那這邊呢 還有a-c-prong-e 這是這邊的all 然後這邊是all 對不對 那像你的音符的端 這個a跟這個a 就是指同一條訊號 你這樣可以把它接在一起 在電路上 你就把它接在一起就對了 它代表的是同一個訊號 那如果是a-prong的話 如果像這個地方 你出現 c跟c-prong 你可能中間會有一個inverter 那我剛剛說 在算這個兩層邏輯的時候 我們慣例都先把inverter拿掉 那至於為什麼 你可以把它拿掉 我們留到 講free flow的時候 再跟大家解釋 解釋為什麼 你可以把它拿掉 好那 這邊呢 sop就是我們先做什麼 先做and 然後再做all 那就是叫sum of product 或是product of sum 是這一種 那這邊有特別提醒 像我剛剛說的 這時候 我們說兩層的意思是說 你的a-prong b-prong c-prong 它有一個inverter 但是我們先不管這個inverter 但是actually 當你到了我們 談那個free flow的時候 談那個secretial circuit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個free flow 為什麼這個inverter 我們可以把它不算 不算的原因是什麼 到時候會不會有 比較strong的理由 告訴各位 好 那這個就是兩層邏輯 二兩層邏輯 好 有問題嗎 所以你現在知道怎麼互換了吧 怎麼由sop變成pos 你如果要把它變成sop 你就要去做成開的動作 如果你要用 變成pos的話 你就要必須做那種 一次分解這樣 就做factory那個動作 那這兩個過程呢 其實都是在套用那個 分配率 分配率 我們要介紹那兩個分配率 還搭配一些 我們剛剛介紹的那些 advanced theory 有一些常用的 你要把它弄熟 好 好 好